穩,對 好,別動的部分我講到這裡了 有沒有問題 我們要進入到3.5樓 3.5沒有,從這裡開始 我的前面是在講整體外觀的構造 現在開始 我覺得我自己把它想成是這樣 前面有在告訴你 大樓的形狀 裡面的內部結構 以及一層樓有幾戶 一戶裡面有幾間房子 我前面再告訴你這個 從這裡開始 人要住到房子裡 你要知道那個人 他家門牌號碼幾號 他住在哪一棟樓的 哪一層的 哪一戶 然後他晚上睡覺在哪一個房間 所以現在我們要講的是 結晶學的點 方向 以及平面 來,我們看一下 3.5講的是空中中的點 這個跟你們在學數學以前學的點 是空中中的點 URS 所以如果那個點你在定義的時候就變成什麼 Q倍的A 然後R倍的B 跟S倍的C 也就是他必須走的路是單位邊長的多少倍 所以不能說那個單位邊長你要把它視為是1 同學每次看到這個代數都會有困難 我們換成這個就容易了 今天如果是邊長分別是SYZ軸如圖所示 請你標示出四分之一一跟二分之一 同學你可以看到 好,今天如果他的位置是四分之一一二分之一 原則上意思是說 在X軸他走了四分之一的單位邊長 Y軸走了一倍的單位邊長 Z軸走了二分之一單位邊長 所以其實四分之一一二分之一的意思 其實是四分之一X的單位邊長 一倍的Y軸的單位邊長 跟二分之一Z軸的單位邊長 這樣可以嗎? 其實就是這一個 你看 就是這一個 基本上你看你們就是換成指數就會不會 換成數字就沒問題了 這樣好嗎? 好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QRS 你有看到有東西把它分開嗎? 沒有 所以你寫答案的時候 如果你給我寫Q點S點R R點S點 我看都不用看 直接秒殺你 懂嗎? 好 那你要跟著出現Q 倒點R倒點S有沒有 我也是馬上秒殺你 因為那就不對了 在哲晶學的所有符號 都代表它的意義 所以記住 沒有任何符號 將QRS分開 好 那我們往下囉 點講完囉 這個可以 好 我們再舉個例子好了 40 恭喜你 那個1到9 挑一個吧 1 那位置的編碼是 嗯 就是今天我問你1 空間中的點 請你定義 我覺得這個在課本上都有 回去自己練習 而且這一題超簡單 因為A B C 通通都一樣等於A 好嗎? 是 CHA 好